當這個APP被啟動的時候 裡面有放1234 總共會有這幾種水果的名稱 裡面編號加名稱加上它的單價 編號名稱單價 可以秀出來 另外的話可以透過什麼 按照編號來查詢 比如說編號 當然你可以按照其他欄位 這邊我們練習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的是第四號 按下查詢 會有四號 按下全部查詢 會把全部的資料列出來 這個範例是比較有跟 就是說如何建立 在初始化的時候 建立一個資料表 然後把這四個欄位 四筆資料放在table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查詢的事件 比如說我今天給編號 然後還有一個全部查詢 你可以按照編號查詢 或者按照全部查詢 OK 那當然等一下會修改一下 改成什麼改成成語查詢 不過成語查詢 那個時間可能會需要長一點 因為這個裡面的話 我有寫了一個 這個SQLite的成語查詢 不過成語查詢的話 因為資料量比較多 跑得比較久 但是是從這個範例衍生出去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範例裡面大概需要做哪些 首先的話介面部分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在我們的首頁裡面 當然這個因為我是 這個版本之前做的時候是 可能版本不同 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大概你們也是一樣 第一個請各位等一下先建立一個專案 專案的名稱的話呢 就是第十三章的底線SQLite 2 再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在這裡面建什麼 比如說介面部分 我想這個前面都做過了 這個地方的話會有一個 我這邊是外部是一個linear layout 縱向的 再來的話呢 我這邊你可以 假設你今天這個地方 你需要放什麼 放四個 有沒有四個東西 四個元件 第一個是用什麼 用那個testview 假設我這個地方testview 用這一個 把它拖拉過來 那橫向要放第二個的話呢 用那個editester 兩個button 那方法的話 我想我們前面有做過用什麼 用那個layout裡面 再擺一個什麼 擺一個linear layout 橫向的有沒有 但是除了說用linear layout之外 其實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底下的話呢 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table layout 這個也可以 這個table layout 有點像以前那個做網頁的時候 用表格來排版 到底是一樣的 那table layout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叫table row 這個加這個 這個加上這個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table layout拖拉到這邊 進來會多一個 再到這個底下 再放一個什麼table row 放在它底下 所以它的層 特別是這個關係 不要搞錯了 它不是平行的 而是上下層 然後呢 在table row裡面呢 你就可以擺什麼 擺這四個東西 ok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就是 底下的話 放一個testview 也就是說 利用表格來排版 不過 用表格來排版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做的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結果跟那個用力電的要 應該是差不多的 不過只是說 你可以多懂一個 利用table layout來做排版 ok 所以這邊的話 那分別把這四個東西放進來 那名稱的話稍微改一下 再來的話 這邊放一個listview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我希望在啟動的時候 建立一個database 因為現在這個database還不存在 那我要怎麼樣 啟動的時候 建立database 那它的關係一定是 先database 然後再一個table 資料庫 資料表 裡面有欄位 看有幾個欄位 再把資料 insert到那個資料表裡面 再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listview裡面 讓它秀出來 大概就是一個完整的流程 那等到uncreate是建立這個table 可是當它undetroit的時候 或者unstop的時候 再把這個table給殺掉 因為關掉之後 順便把那個table給拿掉 ok 大概流程大概是這樣 也許我們就是練習一下 這個整個建立資料庫 跟查詢之 還有就是按下查詢 可以查詢 全部查詢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順便多了解一個版型的配置 就是那個table layout 那table layout底下會有一個table row table row的話就一列 橫向的 table row